各位朋友,我是精神科的陈重谋医生 今天想和大家讲下有关传媒为了哗众取宠 博收时律误导了很多市民 对我们香港的精神病人和整个精神健康服务 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近一套电视台剧集 都是讲医生、医护人员、医院的故事 和我们有关系,所以我有看的 一直看其实都很不舒服,不肚不快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看大家的意见是怎样 这套剧主要是讲医院、急症室和外科医生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有一些精神科的问题出现 例如急症室会遇到一些精神病人 或者很似精神病又没有精神病的 最初他们很多时候都觉得不太妥的 例如有一个我们叫transsexualism 即是一个想变性的男士 艺员办的医生 说到这个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出来 不过没有处理的,又没有转介 结果病人因为服用多 这个女尚海尔蒙中风 没有主理的,没有转介精神科的 另外有些好似因为脑受伤,说话不清楚 他就当他精神科reverse psychical 好似说这个人都是傻的了,找精神科来看 这个态度其实就是第一是不尊重病人的 还有对这个精神科的认识都是有些问题的 这些小小事我都叫做算了 今天为何要这样说呢 昨天出底那一套大件事 就说一个年轻的患有精神病的病人 因为没有复诊,打电话给家人朋友 个个都不理他 就在一个隧道坐的时候 给食环署的职员劝他走 他就突然间发烂,拿把刀出来 就见人就插,结果就伤了很多人 这件事呢,令人很恐怖的 因为很血腥下的 大家如果还有时间,你可以回去看这套戏 你看看我有没有夸大 这个就是真的对所有香港有精神科问题的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标签,或者一个歧视 就是说这帮人很危险的,动下都插人的 说起来都惆怅的,眨眼就四十年了 这个也提回我一个陈年的往事 就是四十年前,即1982年那时我刚毕业 那年就发生了香港开浮以来最严重的 精神科伤人的事件了 就是这个盐州村安安幼稚园事件 当时有个精神分裂 现在叫一个消息失调的病人 因为没有复诊没有性 突然间就有很多幻觉 觉得周围人的魔鬼 捣刀了,伤了家人之后,杀了家人 有些又落到安安幼稚园,见到小朋友、老师逢人插 结果就造成很大的伤亡,当时震撼了整个香港 就转间40年了,40年后呢,这40年好处都没有这么大单的东西 间中都有一两单的,但这次电台拍这部剧 就有多少影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和我们纪念40周年 玄州村这件事件,但手法就和当年一套电影叫做《电脑正传》 就是正常拿这个剧来拍的,当然了,秦沛做这个病人 就是伤人的病人,杀死人的病人,拿这个最佳的南背角 如果没有记错,这个也造成社会很大的影响 当然呢,因为精神科刚刚就开始由医院,我们叫社区化 将病人回社会了,要出院了,但要经过一个过渡期 所谓有些中途宿舍,所以很多新的屋邨都会 或者旧屋邨都会给地方政府准备给一些志愿机构做一些精神 中途宿舍,康复处所,即是等他回家之前有一个过渡性 但因为这件事呢,这套戏影响到很多地方 那些人总之都反对,把个炸弹在我旁边,个个都反对 甚至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反对这件事呢,可以做到区议员的 所以看到就说,文情呢,就很受一些大众的传媒啊 或者电影啊,或者甚至剧集的影响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希望呢,这个电视台也好 或者其他的传媒也好,要引以为监 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这些场面很激,很多人看的,很震撼性啊 但你要知道的后果呢,就令到我们这么多年 在这个社会做一些精神健康教育 免歧视啊,不要标签啊,就是不要排阶啊 这些功夫呢,就会付诸一句的,可以这么说啊 很辛苦的,才做到这些东西,就可以给你很简单的推翻了 因为各个普通的市民呢,未必那么清楚 什么叫精神病,什么叫做危险性的东西 当所有有体身精神科的人都有危险性的 好像这个那样,用什么要在旁边拿把刀去插我 都是不要理他了,或者快点走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呢,就希望呢,我们各个,就是我们叫做持份者 无论是病人的组织也好,家人组织也好 也好,我们精神科医生的组织也好 或者各方面的精神科专业的医疗团队也好 也好,都要出一声,要提一提声的传媒呢 引以为监,就是不要再用这些方法去宣传 或者去做一些这样的剧集 影响到大家对精神科,精神病人 那种不好的印象出来才行 最后我想大众市民要明白一个事实 精神病和暴力呢,并不挂钩 用这句话来说呢 有精神病呢,就不代表它有暴力倾向的 那这个呢,是全世界各地的研究 绝对大部分的结论呢,都是其实呢 有精神病的病人,犯了一些暴力的罪行 的数目呢,是比没有精神病 而犯同样暴力的数目是少的 换句话来说呢,有精神病的病人呢 不是一个危险人物来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实 就不要有一个歧视和标签的眼光给他们 那这个是大家相处最好的方法来的